相信大家都看过一种视频 天空中隐隐约约有什么东西在游异 有人会说那是龙 龙从何而来 民国大师文尼多推测 在上古时代 中国各个原始部落都以不同的动物作为图腾 其中一只部落用的就是蛇 这只蛇部落非常强大 慢慢的 它吞并了其他部落 并把对手的代表性动物融入了自己的图腾 于是 蛇加了鹿角 加了牛头 加了马嘴 演化成龙图腾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大多数人 对龙有情感矛盾 一面怕被龙干掉 一面又想成为龙 而今天我要讲的这部片 就是一个人被龙干掉成为龙的故事 这是一个上京赶考的书生 途中一条白色巨龙从天而降 巨龙好像受了伤 喘着粗气 书生连忙站起来 八腿就跑 但这时 龙身上飘出一条白影 迅速扑向书生 书生醒来 已是三天三夜后 他名叫修园 属龙 父母双亡 活着只有一个目的 考状元 但他每次赶考路上 都因为路见不平做好事 耽误了时间 唯一陪伴他的书童 算是认清他烂好人的面目 可一边数落 一边还是塞给他盘缠 书生知道 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他发誓 这次一定要成功 但转头又被嘲笑 仔细一看 他脸上好像真的长出了 不一样的东西 书生上京了 一边走 一边用一句话反复自免 赵力路过热闹的街市 被一个小女孩撞个满怀 身后一个拽着红绸缎的女人 好像要过来抓他 大人欺负小孩 算什么 书生正义感又爆棚了 他拖住女人 结果小孩转脸 一根鼠一把 啪到书生脸上 小孩跑 女人追 两人边飞边打 但当小孩以人质威胁 借机逃走时 一把剑横空而来 出手扶妖的人 头上戴着五行簪 原来他是女人的师兄 而女人戴的是鸡行簪 他们都是捉妖师 而捉妖师的最高等级 就是龙行簪 戴上了龙行簪 你就是天下第一 又一个妖怪被抢了 女人很懊恼 更懊恼的是 不久他又碰见了 那个臭书生 两人同住一间旅店 女人一眼就看出 这旅店不对劲 他的发气嗡嗡响起来 关上门 他很兴奋 这次妖怪够我捉了 唯独书生还蒙在鼓里 他正享受自己的热水浴 但当他憋气入水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他仿佛站在水面上 一条白色巨龙从脚下滑过 书生瞪大眼睛 不敢相信 突然他又摔进水里 等他从水面抬起头的时候 眼神变了 而他的脸上皮肤 又长出那种奇怪的斑纹 旅馆的妖精 早就认出 女人是捉妖师 他们打算先下手 谁知道碰上的是书生 原本看上去弱弱的他 此刻却如有神助 三两下就把妖怪解决 这边等不了的女人冲出去 只见书生一人 发气又一次转起来 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快 原来这书生才是最大妖怪 两人很快打起来 女人根本不是对手 书生很快就抓住对方 眼神见兮兮 你不要过来 但突然书生头一痒 晕了 这时 闻到强烈妖气的师兄也来了 好在女人及时把昏迷的书生塞进床底 妖气也突然消失 旅店里 书生再次醒来 女人问书生 怎么回事 她纳闷 我哪知道 女人气得把书生甩出去 书生的手碰到杯子 怎么回事 她手上的皮肤 女人一下子全明白了 这书生是被龙上身 只要一碰水 她就变成龙 但变身时间最多持续一炷香 一毁人 一毁龙 唯一分开的办法 就是去一开始的降妖阁 偷离珠 把龙的魂魄吸进珠里 再放进水里 让龙真正回归 女人打着如意算盘的事 这样也算降龙 但书生也有自己的想法 她答应死去的母亲 一定要考上状元 夜晚 她只能背上行李 匆匆出发 又一个女人的声音传到耳边 叫她小龙 原来 这是小白龙的母亲 两个母亲不在身边的少年 一个是失忆的书生 一个是被暗算的小龙 命运让他们 共用一具皮囊 书生终于第一次选择了自私 但才刚走没多久 他又遇到了危险 一帮汉匪把他团团围住 骂他 打他 嘲笑他 被逼到绝路的书生 突然往水里跳 汉匪以为他自杀 哪想 这是书生化龙 很快 他把汉匪打得落花流水 但妖气又一次 把师兄吸引过来 小白龙还是太嫩 就在制服之时 女人赶来 为了救人 女人还破了自己的降妖锁 庙里 两个不如意的人互相抱怨 抱怨着 抱怨着 他们才发现 彼此身上共同的善良 他们决定 降妖阁 飞去不可 要去降妖阁 需要虎形牌 但女人等级不够 女人想偷 对象 是爱慕自己的傻师兄 他偷的是牌子 但书生偷的是心 他借机把唯一的盘缠留下来 顺走全心的降妖锁 送给女人 这就是定情信物 终于两人到达降妖阁 这里看着怎么那么像阴曹地府 所有人都面无血色 好像一群迷失自我 只为欲望奔波的行尸走肉 靠着一个叠中叠的经典pose 女人终于偷到黎珠 可这时师兄又来坏事 他直接扔一面照妖镜 镜子下 书生现出原形 果然 为捉妖而活的师兄弟姐妹们 群起而攻之 书生看女人支持不住 再一次把随身携带的水壶 交到头上 呼唤神龙 局势很快扭转 但真的扭转了吗 这件书生臭屁的靠近水缸 念念有词 把龙魂引到黎珠 准备进水里 缸突然炸开 原来这缸 根本就是那个师兄变的 师兄才是最大的妖怪 彻底暴露的师兄 正式展开大屠杀 先是师妹 后是师父 危机时刻 白龙告诉书生 唯一的办法 就是你吞下了一株 这样你会永远获得我的能力 但这样做 你我也永远永远不能分开 结果 你应该猜到了 当你看到身穿白衣的新人出现时 这一场战斗终于打碗 女人终于得救了 但当她走向男人 对方一脸陌生 他还是一脸陌生 最后 一个白衣男人坐在草堂 他手里拿着一段破了的降妖锁 对胖书童说 把他还给三生 但三生是谁 他忘记了 那个要捉他 又救他 差点丢了命的女人 他忘记了 这个少年终于成为了龙 从胆怯 顽劣的书生 成长为端庄严肃的大师 他阴差阳错的成为天下第一 而这天下第一的代价是 他失去了一部分自己 当然还有他 我等下第一次看市场的离物 我等下第一次看市场的离物 和主人的离物 在庄里面